說起德國的慶祝活動,除了聖誕市集之外 最出名的就一定是每年9月中在慕尼克舉辦的Ottoberfest 也就是啤酒節 今次我們幾個小編帶大家體驗一下這個傳統活動 以及分享下有什麼小提示 啤酒節頭兩天在市內都有大型巡遊 今次我們去了第一個星期日早上舉行的拜日傳統復式巡遊 全程近兩小時,會經過不少市中心景點 去看都非常方便 過了200年,Ottoberfest依然在同一個地點舉行 這個小大型的場地一共有35個大大小小的酒棚 同時提供超過11萬個座位 每個酒棚都有不同的特色,賣的酒和食物都有分別 想坐台前位置或者周末去,就多數要提前在網上地位 在Ottoberfest只是回飲到Muernic 6個啤酒商生產的啤酒 而且酒杯的容量都是1公升 酒精濃度亦比普通啤酒高價 雖然場內是不可以自備食物 但無論在酒盆裡面還是整個場地都有很多食物的選擇 而且封劍遊人 一般每人人均消費大約需要35至45歐羅 除了喝啤酒,場內還有很多機動遊戲和小攤位 玩足整天都不夠 最後有幾個小貼士給大家 首先入場的手袋會有限制 有需要的話可以租用入口附近的儲物櫃 第二,場內基本上都是以現金交易 記得要帶夠錢 第三,有不少人會穿傳統霸營服飾 但在Muernic 6個市中心買會比較貴 建議可以在香港預先準備 最後住宿和酒棚位置都要預早訂 部分周末時間一年前就要預訂 想知道多些旅遊貼士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